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李玉洁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 谈一谈保险你该知道的事情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主要有三大类型 第一类是定期人寿保险 第二类是终身人寿保险 第三类是投资性的人寿保险 那最简单 也是大家最能存单的一种 就是我们说的定期人寿保险 定期人寿保险 你可以买10年20年30年 这一个我觉得也是 每个家庭都应该所有的一份 这样可以提供给你们家的家人 一份保额保险 第二个是终身保险 终身保险是比较贵的一种 第三种也就是 现在很多人开始买的一种 就投资性的人寿保险 投资性的人寿保险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类型 也可以很复杂 那么是不是适合于你呢 就很难说 所以呢 你一定要在想到 投资性人寿保险的时候呢 一定要跟你的保险公司 或者保险经纪人沟通 看一看哪一种类型 比较适合于你 那么要记住一点 既然是投资在里面 一定是有风险 所以投资性的保险 要考虑到你的风险 承担程度有多少 还有你可以持有它多久 如果你不能长期持有 那对你是不合适的 那希望我们上面的 简短的介绍 可以帮助你 选择你的人寿保险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次呢 我们再谈谈保险 你该知道的事情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